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 都是一样一样的拜金主义 大半夜看比赛 打个盹 一块金牌 去撒泡尿 又一块金牌 投悬狼 追四虎 猛憋尿 咱紧盯电视吧 输了 但咱们的成绩很亮眼 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 有人说 如今的奥运会 就是在全球普及中国国歌的活动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世界杯的收视率比奥运高的原因 我对中国拿多少金牌 其实没多大兴趣 尤其是看见咱们的运动员拿了金牌的表情 一就是苦大抽身的 老外进了前八句 没屁颠屁颠的时候 那一张张的苦花脸 应该是在提醒着电视机前的我们 中国还有很多必拿金牌更难的事啊 金牌对国人来说是兴奋剂 是举国春样 中国人讲究牌场迷恋一切和牌有关的传说 从棋牌 扑克牌到车牌 桌上要胡牌 衣服要名牌 创业想挂牌 买房得牌号 看定得牌对 老了还得有牌位 所以伦敦奥运金牌是只能多不能少 还能为国家创了收 本届总重超过400克的伦敦奥运金牌 含金量仅为6克 其他成分全是白银和铜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其含金量刚刚达标 在目前全球金银价处历史最高位所赐 按照目前黄金白银的价格 这块含金量最低的金牌 价值706美刀 也成为了历史上最值钱的一块金牌 伦敦奥运金牌 实现了低含量高价值的最佳性价比 精明的英国人 无愧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呀 这季奥运会啊 有一个词特流行啊 申诉翻译成中文叫上访 先是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预赛 韩国人抢跳犯规 可是一申诉 他就又能进决赛了 女子中间半决赛 又是韩国 输了之后 硬逼着裁判 看80多回录像 申诉失败 还赖在场地上 来个一哭二闹三上跳 还有体操男团决赛 原本排第四的日本队一申诉 就掏走了东道主英国队兜里的银牌 摘走了乌克兰队脖子上的铜牌 奥运会 它是个奖礼的地方啊 这个那就叫做 说来闹一闹 奖牌进腰包 如果脸皮薄 名次拿不着啊 为了拿更多的奖牌啊 我建议下次咱们代表团要增加随行人员 到医院门口招三五十个医帽 花小钱能办大事啊 后来一打听 办大事还真省不了小强 就这个奥运上访啊 最多只能上访三次 第一次美金三百块 第二次五百块 第三次一千块 你看那后边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是吧 什么情况 咱都好商量 所以啊 参加奥运会 必不可少的 一个是运动员 一个是美元 所以奥运五环都是圆吗 可是谁不想拿金牌 那谁就是孙子呀 所以选手们纷纷使出了孙子兵法 八月一号 包括中国羽毛球队员在内 八名运动员因为消极比赛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国人是一片哗然 很多人说不能责怪运动员 要怪就得怪教练 怪这个有问题的比赛规则 有人说不管怎么着 国家利益为重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该上访 上访再上访 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呢 是不是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们到底有没有故意打输啊 这个问题 咱们要问一下目击证人 也就是现场的所有观众 六千个人一起需运动员 这至少说明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 不好好演戏的运动员不是好裁判呢 就算赛制是不完美 是有问题 我觉得也不能成为运动员脸座的理由 运动员是干嘛的 上了场就得玩真的 不管什么理由 假的就是假的 灰胶就是灰胶 不管他看起来有多么美好 他也是假的好不好 不过呀 中国运动员被出局 做错事的 当然不止他们两个 他们俩呀 只能算是听话的人 听谁的话 谁养活他们听谁的 谁能给他们荣誉听谁的 谁选择他们听谁的 想让他们好好打球 或者说让他们把打球这个戏演得更认真一点 唯有啊把奥运选拔改成民选 所以当武警标不小心拿了银牌之后 那是痛哭流涕啊 我有亏于祖国 我有亏于中国举重队 有亏于所有关心我的人 对不起大家 哎呦 看看官方数据啊 中国代表团 此次派出运动员396名 参加23个大象212个小象的比赛 要我看 中国运动员 其实只参加一个项目的比赛 哎 扛压 哎 对 全是举重队的 哈哈 这次啊 因金牌引起的另外一个争议 兴奋剂 备受瞩目的奥运冠军 中国游泳队年仅16岁的叶石文 刷新世界记录 却被老外质疑 哎 是不是吃了兴奋剂啊 但他用两块金牌和检测的结果 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但说到兴奋剂和奥运会的怨远 哎 还是美国人民走在了前列呀 呃 1904年第三个奥运会上 获得马拉松冠军的美国人希克斯 成为了奥运史上服用兴奋剂的第一人 所以要对兴奋剂的技术和经验 美国还是老大哥呀 哈哈 但是几乎在所有需要爆发力耐力和速度的项目之中啊 运动员都是有可能服用雄性合成内骨唇的 其今还没有出现过运动员服用雄性合成内骨唇的 只剩乒乓球啊 女子体操等几个这个少的可怜的项目了 哎 可这几个都是中国的强项啊 再次证明中国人不是靠兴奋剂去生的吗 哈哈哈 而且 倫敦这次兴奋剂差的多严呢 总共要完成六千二百五十份的尿药和血样的检测 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的奥运会 这就意味着每两个运动员当中就会有一个人被检测了 而且所有奖牌的获得者都得被检查 明明禁止的药物啊 呃大概二百多种了 其中啊 一步伐早已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的瘦肉精等等啊 所以啊 这更可以说明中国运动员不可能服用兴奋剂啊 那那些玩意儿都是咱老百姓吃着玩的 他们是吃特工的啊 哈哈哈 其实啊 关于兴奋剂 我还听说过一些这样的故事啊 我呢 说着玩 你也就听着玩啊 啊 据说在奥运项目之中啊 百分之百没有兴奋剂的项目只有一个射击啊 就很容易理解啊 端着枪呢 你再兴奋 我好兴奋啊 他他他他他他 哈哈哈 但是 但在某些项目之中啊 会会出现道高一尺摸膏一丈的情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人会去研发官方未知的最新版本的兴奋剂 它是用了兴奋剂 但是不在您这个列表之中的 对不起 不能算服用尽药 就以前东欧玩的是更狠 计算出这个女同志 怀孕几个月之后 荷尔蒙分泌达到了最高值 于是就计算好时间 让女运动员怀孕再堕胎 然后参加奥运会 一到奥运年 男教练可忙了 日操夜劳的 那会儿不孕不育的人都当不了教练员 虽然大家都这么渴望 拿金牌 以及唯恐不该拿金牌的人 拿了金牌 那么拿到奥运金牌 应该高兴才是啊 可是你看咱们的运动员 金牌了 还没头紧锁 那是琢磨呢 回去先退役 是吧 再找个人给我炒一把 然后接代言 要不挣点钱 全上交地理了 趁着热乎 再把严重生的事给办了 是去北大还是去清华呢 这还是站上领奖台的呀 所谓是一将功成半骨枯 他绽放了 别人都化作骨灰 做化肥子 您还记得有举重世界冠军 摆摊卖金牌的新闻吧 冠军尚且如此啊 化肥们过着什么日子 您想象过吗 况且当前咱国内的主要矛盾呢 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胆固醇 和缺乏体育端量之间的矛盾 而且金牌这拿的多 就表示咱们的体育事业很发达吗 中国体操老拿冠军吧 但咱老百姓很少有人翻跟头不闪了腰的 民间玩高低汉最厉害的 那是动物园的黑猩猩吗 我在大陆啊 想打个羽毛球 球馆我从来没有定下过 太少了 以前呢还能在小区楼下打打球 现在巴掌大的地儿都用来停车了 还打个球啊 欧美人的眼中啊 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 仍然被认为是头脑发达 四体不勤的书呆子 这严重不符合咱们体育大国 体育强国的形象啊 所以说当有人问 为什么中国乒乓很强大 因为面对困难 我们善于推和党啊 为什么中国跳水是梦指队 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股民呢 为什么中国设计的成绩这么好 因为中国人习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为什么举重那么会丢掉锦牌 举国体质啊 举国 你举得起来吗 那为什么英勇能够拿锦牌 还手动